团团的仪式让人感到不舍 而照顾团团14年的保育员就透露了 团团的个性呢非常的憨厚老实 虽然说有时候会生闷气 但是健康检查配合度都非常的高 保育员们都大赞它是个标准模范生 团团可爱模样如今已成追忆 照顾团团14年的保育员 回想2008年团团从四川来台 年纪才四岁半引发轰动 当年动物团每天都要靠抽号码牌 维持入园人潮 有好长一段时间 每天都维持两万人进场 发病后乖乖从笼子内伸出手测量血压 保育员说团团身体检查配合度很高 虽然个性乖巧但还是会生闷气 资深保育员陈毅彪 曾看到团团从树上摔下来时 偷偷发脾气 拿起地上树枝就对着树一直打 一副要报仇的模样让他印象深刻 团团超萌 早上经常会把脸压在栏杆上 变成菠萝面包熊迎接保育员 团团个性亲人 憨厚老实是保育员眼中的模范生 逗趣动作还有这一个 当时为了帮团团减重 保育员特别安排团团激励训练 躺下再做起 类似仰卧起坐的动作 没想到团团坐到后面竟开始唉声叹气 让保育员好气又好笑 而团团平常的睡相 更是直接大啦啦躺地还很爱翘脚 像是把脚跨在木头上 破光线太强时还会用手遮住双眼继续睡 保育员说团团从小到大 仿佛内建攻毒声 行为举止 像极了人类灵巧 如今忍痛放手 也让他们感到好不舍 记者杨湘宇周围捷台北采访报导